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那么在这一周当中 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川普 挥舞的大刀 对中国开始展开 500亿或600亿的 关税制裁的 贸易保护政策 我们看到川普从 在2月下旬 开始对钢铁 对理财 开始课征关税 要求各国跟美国展开谈判之后 川普的贸易保护政策的 这一派系 尤其在Peter Lamoro的领军之下 现在正式开始找上中国 现在美国对301条款 针对中国违反智慧财产权权的部分 那么要求第一个是中国大陆要每一年要缩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这个对中国来讲充满了非常严厉的挑战 那么第二个他认为在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 中国没有遵守自费财产权的保护 那么现在美国要求中国要针对智慧财产权的落实 那么现在要拉上这个战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全世界在面对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 全球资本市场 那么现在都出现大幅回错的现象 美国的道琼指数 那么在礼拜四晚上 大跌724点 那么它的跌幅达到2.93% 纳斯达克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 都大幅下跌 而在美股大跌的效应之下 德国的股市下跌283点 那么这个跌幅非常的沉重 英国的股市跌112点 我们看到在礼拜五的亚洲股市 大家开盘都是重挫 尤其日本股市大跌超过800点以上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对全球所带来的股灾效应 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我们会看到富士康的效应 现在有26家的台器 准备要在大陆挂牌 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 产生巨大的磁吸效果 我们来看这个顾立雄主委 特别提到 他说FIA挂牌 在大陆的磁吸效应 只有富士康玩得起 这个是也是平心租人 我们要看到 在过去这段时间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挂牌的公司 大概它的本益比 相对是高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 在创业板当中有几档 这个跌幅让你无法想象 像创业板当中的暴风科技 从327块 那么掉到19块4毛2 这个安硕信息 474块 那么最低 那么掉到16块9毛钱 另外全通教育 那么它从467.57 也跌到了7块9 热市网现在是岌岌可危 它从179 现在掉到4块左右 另外这一家长量科技 451块 那么也是掉到个位数 所以大家面对这个现象 高度要戒备 也就是大陆的高博弈比 大致上来讲 它有一十的效果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 7月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在台股现在的富士康的 FIA的效应当中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T加A的效应 也就是在台湾有挂牌 在大陆也挂A股 什么这个是T股再加上A股 那么亚翔集成是这当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代表作 亚翔在台湾的本益比13.95倍 但是在中国是超过46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大陆的高本益比对台股 会产生了一个吸睛的效应 这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到 像最近的百列被外资收购 那么台湾有很多的公司 如果在大股东 没有太注意自家的股票 或是对自己的企业前景 未来不太有积极性的经营的力道 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 会被外资给向重 这个外资当然包括入资 所以在未来的台股当中 那么大家也可以知道 中国大陆不断地对台湾展开 持息效应 它用吸的 台湾要能够保住自己的经济上的命根子 这个时候我们蔡政府 其实要非常注意 大陆弱台 台湾一定要努力强台 要把台湾的股市 相对偏低的本益比 能够速度的拉高 而在过去我们看到 IPO有很多的障碍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 把这些障碍解除 包括配合奈院长 在这种现在的五缺 能够积极为台商的企业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看到台湾的上市归公司 1600 700家 现在手上的现金 非常的雄厚 如果大家能够转化为 投资台湾的一股正向力量 我相信对台湾来讲 未来还是在大陆的持续效应当中 你还是能够有 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 这是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简报 那么今天的重点 我们来看看 包括川普的现在的贸易 这个障碍现在挥出来了 那么也包括在日前的 世界通讯大展 同时我们今天特别邀请 杨毅超先生来针对 FIA在大陆挂牌的效应 给大家充分的解读 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